對那個犯嫌的不實指控 將依法提出告訴 刑警陳博森23號上午主動出面博士 林國正指控的社局辦案 申辦案件均依法定的程序 犯嫌的指控均非事實 也進台東地方法案警察署受理 相信司法會調查清楚 提出三點證明 強調地檢署已經介入調查 但林國正在筆錄中表示 12月初一個綽號叫出陸丁山的友人 向他詢問購買槍支的價格 而林國正掘人勒索案的同夥陳通 就是出陸丁山的兒子 掘人勒索案案發後 出陸丁山對林國正留下紙條 說陳博森有來跟我談條件 如果你配合他能分案辦理 要求林國正交出犯案工具 就幫他以債務糾紛處理 而不是掘人勒索 共犯從輕發落 要是三天內沒回應 就是掘人勒索 七年以上的重罪 共犯用同罪幫雄辦理 叫林國正為自己的刑期 還有共識的好友好好想一想 遭指控的林國正好友陳通也出面駁斥 林國正出事的兩張神秘字條被他自己當成關鍵證據 只是包含小隊長還有好友當事人都出面駁斥 林國正口中所謂的社局陷害似乎證據不足 只能靠法律進一步釐清 記者陳超庫 賴永成 徐玉路 台東報導 記者陳超庫 賴永成 徐玉路 台東報導